各位好,今天7月28号,我是五月三人,您吃了没 前两天啊,准确的说是前天 前天晚上呢,跟王小山,山哥一起喝酒 然后呢,山哥就跟我说,说你前段时间做那个关于郑州水灾的节目啊 做的不好 你说这个天灾和人祸呢,都有,主要还是天灾 这个判断是不对的 他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是呢,这个一定会有人祸 而且呢,造成损失的,更多的会是人祸 关于这件事情呢,我必须说呀 那个判断,当时,当时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呢,现在看来,我的那个判断确实是有问题的 这个,我必须向大家道歉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真的是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这边出现天灾 会以天灾史以人祸中 这个呢,是应该是一个亘古无变的道理 但是呢,我从内心里啊,又真的不愿意相信 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也可能是去国日久 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吧 为什么我改变了这个观感呢 它是这样的 首先来讲,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郑州地铁这个事件 为什么我说,它是以天灾史以人祸中呢 是天灾啊 当然是一个成因 可是呢,如果啊 郑州市的政府真的能够把很多的预案做在前面 有可能就不死这么多人了 比如说,它能够及时的停下这个地铁 停运 对吧 这个那天我在做那期节目的时候 我还没有看到 说郑州市这边的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一个部门 五次警告了 发出了警告 但是呢,这个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 这就发现这真是执政能力啊 真是有问题 就是这种情况 停运 在他们看来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宁可冒险运营 也不能够提前停运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冒着风险 对吧 我有可能就贪过去了 但是呢 我如果一旦停运 我是板上钉钉的 是要受到追责的 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啊 各级政府不太敢做决定 一个缩影啊 应该是一个缩影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隧道 隧道这件事情啊 正经说 真的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情 以中国目前的这种摄像头 以及所谓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采集 他当时没有及时封锁隧道 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失职的事情 非常失职 所以说呢 如果说天灾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成因的话 那最终的结果呢 人祸 是占了大部分的原因 这个我必须承认 那个时间点的判断 我是失误的 希望各位原谅 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呢 为什么我今天要说起这个事情啊 这个主要是这个 看的这个鲜花的事情 郑州这个地铁这块 民众自发的去摆放鲜花 刚开始的时候 被那个围栏给拦住 一人都告个围栏拦住 我让别人看到 他倒还好 没有把鲜花给清走 他只是给围住 郑州的老少爷们儿 虽然说 在有的时候 对外国记者上有血腥 但是这个事情上也是有血腥 这个扒开了 现在呢 已经没有这个围栏的遮挡 我从网上的图片看过来 大概而言 那些鲜花 能够已经排出了100多米 至少100多米 这个确实是场景很震撼 而我得到最新的消息 是拍摄这种鲜花的一位记者 已经被带到了派出所 有可能是因为 当然很有可能 不一定是因为他拍摄这张照片 而是因为他非法使用无人机拍摄 这个咱不好讲 是吧 咱们这个再说 可是呢 以我个人在媒体方面经验 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是只是一个误用无人机的问题 这种无人机的问题 今天为什么想聊这个呢 就这个关于鲜花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中国大陆真正的第一次民间自发的鲜花 是出现在2010年 就是近些年 咱别说那个四五运动的时候 这个咱就不提这个事情了 在这近些年 那是第一次 为什么呢 是因为谷歌被迫撤出中国 主要是官方给的原因是竞争不过百度 但是呢 我们在国外使用过这个百度和谷歌 两个搜索引擎的人而言 百度就是个垃圾 对吧 但是呢 您说这个谷歌 这个退出中国 是因为他的言论审核 他表示不满 OK 当时 北京的一些朋友 就自发的去那边 去给百度公司门口献话 这个事情我也去了 还接受过境外反华势力的媒体的采访 当然了 因为本人呢 一直以来呢 也都是这个国家这个监控的对象 所以呢 关于此事倒也没有更多的 受到什么追责 因为我也一直也不在 不在乎这个 然后呢 后来献花非常著名的一个 就是上海大火 上海大火死了很多人 对吧 而且极度凄惨 然后呢 大家去献花 有人呢 就把这两个献花啊 就是从上海这大火 到这个郑州大水 水火无情啊 这个献花的对比 看出来 说你看人上海这个管理 对吧 你去那个献花去 怎么着怎么着 没事 其实并不是了 上海最开始的时候 依然也都是把这个花给搁在那儿了 让人给撤掉了 而且呢 献花的人曾经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拦 也会遭到抖拦 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不行 不能阻拦 你阻拦会越来越出毛病 上海的执政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马上就改了 而且呢 领导自己也去献花 并且鞠躬 这个时候 大家觉得 上海确实还不错 其实呢 倒是化解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危机 郑州这个事情 为什么就是说招人恨 因为这个完全不牵扯什么特别多的意义 投期嘛 对吧 我们现在聊一下是什么 往下我想聊一下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政府会害怕献花 他害怕这个鲜花 害怕把鲜花献给这个无辜死难者 首先第一个呀 肯定是怕这个群众的聚集 因为呢 群体性事件 尤其是突发事件的群体性事件 很有可能会酿成大火 就是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情 最怕的就是借着献花大家一串两 对吧 当时点火 这个就炸了 但是呢 这个其实是很少出现的事情 这是很少出现的事情 可是呢 群体性事件 严防死守 一票否决 对于官员的前途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呢 他非常怕献花 因为这个就是群体性的事件 也是个苗头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很多人就是觉得这只是聚集嘛 对吧 怕聚集 只有这一个原因吗 并不是 第二个原因是献花这件事情 其实代表了文明 现代文明 我们古人 并不是在 并没有这种献花的习惯 这个习惯从哪来的呢 这习惯呀 是西风东建之后 然后才有的 我们原来这都是 您听过一笑话 就是一个故事没有吧 算冷笑话吧 说这个一个中国老人呢 在扫墓 然后呢 西方的一个姑娘也过来 给自己亲人扫墓 然后西方那个姑娘就问 这个中国的老人说 您的亲人什么时候过来 来吃这个贡品呢 然后呢 中国这个老人就说呢 说是在您的亲人 出来闻花香的时候 你看你明白这道理了 就是说呢 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祭祀啊 其实不太用鲜花 香花可以供佛 可以在道教上这些事 宗教场合 但是基本上不在 这种祭祀的时候用 祭祀我们用的是香 用的是纸钱 用的是这个祭品 它不用花 鲜花这件事情 它基本代表西方 以及代表文明 一旦说这种情况多了 对吧 那你等于是 首先你西化的这种状态 特别特别起 非常明显了这种程度 第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哀思 对于现代人来讲 其震撼力是比摆三万米饭 是要高的 而且呢 大家呢 也越来越理解这种行为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说觉得说 说你摆个花怎么了 其实摆个花是远比烧点纸钱 在那嚎啕痛哭 其内涵要深远的多 而且呢 鲜花这个东西啊 它更多的更多的 它能够啊 唤起人们心中的美好 以美好来衬托这种 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灾害 这是证明一个社会 越来越文明的标志 一个社会越来越文明 就越发的不能容忍 这种人祸一再的出现 所以说呢 您看什么是问题 是这个是问题 这是真正的问题 它不让你摆花 实际上 实际上 它是害怕 这个文明的一种传播 我必须说一句啊 就是呢 原来呀 我一直啊 觉得我挺佩服这个老薄的 为什么呢 佩服他哪呢 佩服他呀 他能够把一个社会啊 完全打成原子化的社会 每一个人都跟每一个人为敌 每一个人跟另一个人 都可能达不成共识 是一个互害的社会 原子化的社会 一盘散烧 原本我们中国呢 虽然说一直在皇权之下 但是呢 它基本在民间 它有自己的自发的组织形态 包括它的意识形态 文化形态 你不论是怎么样 儒学 它是统一的中国的思想 对吧 其中掺着道教 以及这个佛教 甚至还有其他宗教的影子 其他思潮的影子 这个你形成了中国文化一种凝聚力 但是后来 把这些东西全部打倒之后 它所代替的 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它无法真正在中国社会取得 这个信任 以及从内心深处的政客 然后中国社会 从社会关系上 以及从文化上 整体被打散 成为一个原子化的社会 现在 不论是鲜花 还是这些其他的表达模式 它证明 哪怕是被打成这样的原子化的社会 它依然在某种形态的文明之下 有聚集起来的可能 这个 就从这个鲜花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依然还是认可一些东西的 那么一个社会不能够原子化 它有自己形成 开始逐渐形成的一种认知 而这个认知 并不是中国传统的认知 是西方的认知 是一种 我们目前可以看出来 更文明的认知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至少在很多执政者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 献花这件事情 往往被赋予了特别多的政治性的含义 不光是聚集 怕你聚集 怕你闹事 其实很少 以献花来聚集闹事 其实很难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更温和的表达模式 但是在这个温和之下 它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政治 以及社会的内耗 所以 现在 它现在是开了 这是已经没有办法 因为怕出更大的事情 可是实际上 你真正的献花 献这一朵花 你是在威胁它们 这种威胁 可能您自己都意识不到 但是 它们能意识到 好 谢谢主人 谢谢主听